字幕作词 李宗盛 一向好像闭上眼睛之后 我覺得前面是空空的 嗯 是不是很開心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請坐 空不空 這是一個所謂的個人感覺的問題 那麼這個也是不是一個很重要 你說要探討那個是為什麼空空的 不是很重要 可能要拉回來什麼叫一向專業 可能比較重要 那他有一個去向的問題 去向他不是我們所謂的來去的這個理路 而是有一個興趣的那個去的一個概念 他又有興趣有一個我們心的方向 我們去跟來那個去 比較於四向上 比如說你今天從高雄去到台北 你就是這樣 但這個人買了車票或者是開了車就去台北 他只是一個所謂的物理性的方向的一種感受 那你用興趣的去向 就有一個心理上的一種方向性 那這個心理上的方向性很重要 所以叫一向專業 要不然他就叫你專業就好了 他幹嘛叫你一向或者是一專業 對不對 那他有一個向 表示有一個方向性 那當然方向於這種抽象概念裡頭 他也是不存在的 本來你們生命的狀態也沒有什麼方向的問題 因為 時空是不相遇行法 時空是抽象概念 也是你們變現出來的一個幻象 可是與我們還在這個幻象裡頭 沒辦法去提升空性的生命狀態裡面 你要怎麼樣去突破 他還得要借助這個有為之間的一種概念 那他這個概念越與傾向精準 他就越容易幫你跳出來 所以一向專業 也就告訴你 你要有一個去向 對不對 那那個去向不是只有一個方向而已 是有那個心境上的想法 就好像說 你有一個興趣 你會一直朝那邊去運作你的人生 對不對 很多人也是藝術家 他喜歡畫畫 他興趣也畫畫 所以他一生都會朝畫畫一直前行 這一個前行他就產生了一種探討 因為他有那個興趣在那邊 那麼一般我們說 有一個事情你要往那邊去做 這樣的概念 並沒有一種探討的概念在裡面 或者是氣息 所以在你們念佛 如果沒有一種探索的概念 我講的是一種前行 比如說前方便 因為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這一種念佛 或者這一種修持空法 沒有這種新的探索的這個部分 他最後都會變成一種空法 不知道這樣了 也不知道在修什麼 也不知道在練什麼 就會變這樣子 所以第一第二階段的行者 他一定是有一個新的去向 所以這個新的去向 代表著他有一種探索性 而且這個探索性不是亂槍打鳥 不是閃的 他有集中在意 一個方向性 所以你要有念佛的時候 要有這一種 這個叫什麼氣息 這一種 這一種心境 這樣子 你在念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是有聚焦的 你就不會是一種 怎麼是空 當然你們所形容的空空的是什麼樣的空空的 那又很難有一種所謂的論點 去告訴你這個空空的怎樣 因為那是你個人的感受 心境上的感受 總之 剛開始你要有一種踏實性 那你就要有一個去向的這一個 態度出來 這個氣息出來 然後這樣一句佛號一直念下去 你才能在整個過程 時間拉長的過程裡面 你會體會到 原來念佛是什麼樣一個氣息 我們也只能這樣講 因為他沒辦法講出 用很多很具象的話語 來告訴你 因為那是一個生命的狀態 既然是生命的狀態 他就不是一種所謂的 我們有為世界 與你們熟知的物理呈現的這些形象 他可以很具象的去形容 所以這個之所以要探索 他就是有為於這樣的概念 我說的有為 呈現的這一些物理性 得一種直性 所以他才需要一個探索 有為直性 基本上 沒什麼太多探索 對不對 你比如說 做一個杯子 對不對 那你的老師就教你 你就是用什麼圖 然後大概多乾多濕 這個你大概都可以理解 對不對 甚至現在還有用儀器去檢測 他多濕多乾 就可以了 然後你要怎麼捏 對不對 捏起來的時候 你要硬乾 硬乾之後修黑 等等等 到這邊都是物理性 他都沒什麼好探索的 可是喔 你看你在整個做的過程 比如說你要捏的時候 對不對 你那個手感 就是一種很抽象性的東西了 對不對 手感你怎麼去形容出 讓你的學生可以理解到說 就是那樣 沒辦法 他只有不斷去捏 對不對 他必須要有個方向 比如說 你就永遠叫他捏同樣一個桃 同樣一個杯子 同樣的高度 對 同樣的後果 你設定好這些參數 他永遠在那邊捏這一個 第一個捏完了再捏第二個 第二個捏完了第三個 他如果心有關注在這邊 這個方向性的話 去探索 你怎麼捏他才會比較 比較雜實 怎麼捏他才有感覺到 他的這一個所謂的土性是怎麼樣 這一個範疇都是探索的 所以你們在念佛 或者是修持這些修行的工法 都必須要有像這樣的氣息 你才有辦法慢慢氣 要不然都是一種浮面 我們一般講亂槍打你 對啊 然後做劍 沒有深度 沒有質地 就會變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人家 有時候做一個作品做得很好 我們做一個作品做不好 那他所會的 他就教我們了 我們為什麼還是做不出他的品質 因為他教我們那個 教不了的東西 我們就學不了 教不了 因為很多層面是教不了的 他只能是一種引導 所以像剛剛我講的 你那個去向那個是教不了的 可是我可以勉強用這些言詞來告訴你 你要怎麼用你的態度 放在哪一個方向 對不對 那一個方向你要用什麼心境跟氣息 只能勉強形容這一種 這一種氣氛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你必須要 收到這些氣息的訊息的時候 你不斷去運作看看 對就那一段 那一段其實嚴格來講他叫真的修行 所以你看 一個念佛 一百個人念都不一樣 因為這一段一百個人的狀態都不一樣 那 可是偏偏一百個人如果都對了 在他的摸索過程 他都對了 那一百個人都成佛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一百個人還不能成佛 因為在這一段摸索他摸索不靈 甚至有的人根本 腦子裡 知見裡 沒有需要這樣一回事 所以他念佛就是 這邊念阿彌陀阿彌陀 也不知道在念什麼 你懂意思嗎 所以你們要多一個這種新的體驗 在這邊 新的體驗 那當然對你們是不是新舊的新的體驗 我也不知道 如果是新舊的新的希望 他可以變成成熟的那一種新的體驗 變成內心的體驗 那可以明白嗎